8月19日,澳大利亚影子外交部长西蒙·伯明翰警告,索罗门群岛宣布将从中共国贷款款近1亿美元,从华为购买电信宽带设施,工党政府必须加以关注。 伯明翰先生指出,澳大利亚需要确保在本地区继续保持非常强大的参与水平,阿尔巴尼斯政府必须对此事保持重视,与索罗门群岛保持沟通,实际上工党政府对此毫无作为。 周四,索罗门群岛政府宣布已与华为签署协议,建造161座通讯塔的国家宽带基础设施项目以取得进展。 该项目将由中共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9600万美元贷款提供,利率为1%将在20年内偿还。 目前,电信网络已成为太平洋地区摩擦的焦点,澳大利亚在2018年资助一条通往索罗门群岛的海底电缆,以防止华为赢得合同。 然后,他为澳洲电信Telstra近年收购太平洋岛与主要电信公司DigiCell提供帮助,以阻止任何可能出售给中国运营商的行为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福格斯,汉森表示,上个月索加瓦,雷刚向澳洲保证堪培拉仍然是该国的最高合作伙伴。 华为协议是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一见耳光,这也是对澳洲在本地区外交信誉的又一次打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